五超人经常打工,苏星超人突然失控,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 这年头,打工也能遇上大危机 暑假到来,翟布什带领五超人去沙滩度假 乍一看,听享受,结果全是背景板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超市阿隐 灯泡老板在招工,翟布什并忽悠超人们经常 还没等五超人答应,灯泡老板就迅速把他们带走了 五超人的工钱便宜,他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此时,大大怪正在闹钟工厂里 看见五超人从面前路过,可把他计划了 原来,大大怪正灯泡老板的品牌批量生产闹钟销售给星星球人 闹钟里安装了心脏电池,他能轻易启动攻击程序 并制服星星球人 为了计划顺利,他安排五超人每天数闹钟的工作 初心超人实在数得无聊,看见一只蚊子就想把他拍死 结果几次都失败,他彻底怒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蚊子还是生龙祸虎 初心超人差点怀疑人生 一片墙壁因此被击倒,五超人还是发现了心脏母体 大大怪只好提前启动计划 初心超人被一个闹钟发出了光线射中 随着大大怪的操控,他不断重复被操控前的最后一个动作 其他超人完全没意识到危机,还以为他芯片出问题了 闹钟开始攻击,把初心超人团团裹住,直接不能动弹 大大怪把所有闹钟都启动,那些被光线射中的人都在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 没过一回,大部分星星球人都被制服了 桃子姐姐在播放新闻的时候也受到攻击 四超人还在工厂里跟闹钟对战 由于数量太多,根本打不完 花心超人想用粗心飞弹一炮解决 结果飞弹被闹钟射中又发回去了 就在大家无计可视的时候 詹波士救出桃子姐姐进入工厂和他们会合 他发现每一个闹钟里都有一个心脏电池 而他们都靠那个巨大心脏母体的颠簸提供能量 小心超人做掩护,开心超人一路靠近心脏母体 最终一招开心铁拳将它摧毁 那种失去能量提供都不再运作 此时,之前买雪糕的人已经吃晕 而上厕所的白石彤老师已经拉到虚拖 那种工厂的危机得以解除 灯泡老板损失巨大,把大大怪绑到工厂干活 以死来获取赔偿 他这么抠门,肯定是不会让他吃饭的 那种工厂的